馬英九 馬英九的問題 其實越談越可怕 如果他的這個背後 真的有對老共的那種恐懼 有真的有被當人質的 這個疑慮他的家人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國安問題啊 你怎麼看馬英九最近的回應 是不是真的有點怪怪的 馬英九的回應 其實馬英九早在他的大女兒 馬維中當時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人在當時就提出過警告 因為馬英九當時還是現任總統 那他的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人 一個叫女兒 一個叫女婿 竟然長期定居在敵國的領土裡面 這個在世界上民主國家你是看不到的 這當然是國安問題 在當時就已經提醒過馬英九 這是國安問題 你想想看 萬一北京綁架了馬維中跟他女婿 那要求馬英九做任何的妥協的時候 你覺得馬英九該怎麼辦 對啊 對不對 記不記得有部好羅斯很有名的電影叫空軍一號 會不會比這個烈無計畫叫馬英九自殺 當時空軍一號有一個情節是 哈里遜福特演那個總統嘛 然後他的太太他的女兒一起在空軍一號上面 然後被俄羅斯的 車程的恐怖分子給夾持 然後他下了一個命令說要放掉一個車程的獨裁的軍事強人 可是在白宮戰情室的這一端的人卻反對 然後那當時那個副總統 他說啊總統下了命令 你們為什麼不想說他現在不是總統 他現在身分是一個父親 他是為了救女兒跟太太下這個命令 所以這種情況在任何民主國家是不容許他發生 可是馬英九當時不聽 他就是我女兒兒子我就是很任性 我就是要住在香港 還好上天保佑沒有發生什麼事 但是現在的情況呢不一樣哦 因為第一個現在情況不一樣 最大差別在於說 有所謂的香港版的國安法出現了 那香港版國安法呢其實基本上哦 他就是一個包三包孩的法律 什麼叫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就是由有權利的人來定義 什麼叫國家安全吧 你今天說啊我這個馬英九女婿說啊 我不玩政治啊 我做的是這個其他的工作 他說這個跟國家安全有關 這影響國家安全 那你能怎麼辦 更何況他的私刑系則是授權這個 所謂的秘密警察 是可以不用搜索令就抓人哦 對而且他認定哦 對而且他可以沒收你的財產哦 那請問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最近的很多發言 會讓很多人不得不朝這個方面去想說 用台灣人說你不是什麼東西要用地條的 你記得他六四的時候還出來罵六四 現在怎麼黨國安法一句話不敢講 他已經不罵六四很久了 他已經當總統之後他就不在 他第一次選的時候還講西藏的問題 在那之後就沒有了 在那之後就沒有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尤其他最近講這個香港版的國安法 竟然拿來跟我們的反滲透法 跟我們的國安法做類比哦 就只能印證我所講的話 我一直很懷疑馬英九在哈佛念的 不是法律系 他念的是攝影系 所以他怎麼會 他怎麼會連法律最基本的嘗試 都搞不懂 這真的我很納悶哦 然後再來 他一直在批評蔡英文 然後 除了國安法之後 還有一個叫做九二共識的東西 所以今天他的這個蕭旭成又出來講 他說 我們找到了一個跟惡鄰居相處的辦法 那你蔡英文為什麼不用這個辦法去做 反而回家打小孩 那這句話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原來馬英九你也承認中國是惡鄰居了 不錯不錯不錯 你終於這一點我們 至少承認中國是惡鄰居 對這一點我們取得共識 就中國是個惡鄰居 第二個 你認為你跟惡鄰居相處之道是很好的 可是在台灣多數人看起來 你跟惡鄰居的相處之道 就是把我們家的所有權狀交給惡鄰居 說我的權狀給你 拜託你不要打我 對就是這樣子嘛 要不然為什麼國民黨選舉會輸呢 如果你跟這個惡鄰居的相處之道是很好的話 為什麼2016國民黨總統會輸 立委輸 2020再輸一次 就顯然多數的選民沒有辦法認同 你這個所謂的惡鄰居的相處之道 如果你跟惡鄰居相處之道就是投降 然後呢 你今天想說啊我今天這個拿到三倍券 我想去逛個街買個東西 出門前還要問一下惡鄰居說 我可不可以出門了 惡鄰居說不可以 你出去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就不敢出門了 明天想去看電影 要先問一下惡鄰居說 我可不可以去看電影 不行你在家乖乖給我看電視 就好看什麼電影 不要浪費錢 那你就不敢出門了 那這種相處之道誰都會 就是投降嘛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 可是他最近 我常常有一個感慨 就是說我覺得 臺灣最可怕的動物 其實不是前妻是前總統 真的 你不覺得臺灣的前總統都很可怕嗎 對啊什麼都怪怪的 都一樣啦 都很可怕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我期許蔡英文 在2024年520之後 他能夠做一個典範 就是都不要 不要再管這些事情 反正你做了八年總統也很辛苦了 你退休之後想做什麼 就去做什麼嘛 就不要不要再過問這些正事就好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最近的動作 其實說實在 剛剛義父講說 他可能有些什麼政治的這個規劃等等 但是我真的奉勸所有國民黨支持者 讓馬英九回來當黨主席 比讓韓國瑜回來當黨主席更可怕 對 那你們自己選擇嘛 看誰要選韓國瑜還是選馬英九 還是說兩個都不要選嘛 對就選一個另外可以幫助國民黨的人 這個是馬英九有他的想法 他要參選黨主席說的 那也是他的自由 我們也無法阻止他 但是就是說看國民黨的黨員 能不能有個自覺 就是能夠看出來 為什麼國民黨現在離臺灣人越來越遠 最主要原因 好不容易馬英九八年總統已經退休了 那最近又去做一些門面的整理 一般來講一個退休的人 他如果不是另有所圖的話 不太會去整理門面的 真的啦 這是人性 尤其這個叫人性 就一個退休的人 他每天反正我都在家裡嘛 對不對 那我幹嘛出來整理門面 整理門面的目的 所以是要讓別人對你有好感 那什麼樣的工作 需要別人對你有好感 政治人物要選票 演藝人員要票房 對不對 馬英九他應該不會想當演藝人員嘛 所以他是不是想重出江湖 我覺得你從這個小動作去研判 我認為他有起心動念 那就這個問題交給國民黨去商老金 我要講一下這個 所謂的這個數據安全法 有人說習近平是在清理戰場 對沒錯他是在清理戰場 那但是這個數據安全法 中國預計2021年要實施 這個法律很多台商要注意 台積電在南京有沒有設場 有 對那如果 好可怕 中國因為現在晶圓代工的技術 落後台積電至少10年嘛 他要求你台積電說 你把台灣的資料給我交出來 怎麼辦 交什麼資料 由我來決定 由北京來決定 你賣給那個美國五角大廈什麼晶片交出來 然後還有 Google亞洲的資料中心 在我們的張兵工業區 他不在中國 還好Google沒有去中國 如果Google有進中國市場 他告訴Google說 你把張兵工業區的資料給我拿出來 不是拿硬碟給我看 不要像李克強那麼蠢 你把資料給我交出來 那Google要不要交 可是我覺得大多數的企業 基本上不會配合這個所謂的數據安全法 第一這些國家是民主國家的企業 他們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就是有些東西 你是不能碰的 就像你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 臉書推特 IG通通跟你講說 對不起我不配合 連中國的軟體抖音 他不敢講我不配合 但是他說那我 我退出香港可不可以 因為你知道抖音全球20萬 20億的下載 對他今天如果答應中國說好 我把資料給你 我跟你講全部的人就會把手機裡面 把抖音給刪除掉 最近印度的工程師非常聰明 寫了一個軟體 對 叫做中國軟體 就是你只要在手機 我剛剛去找了一下 還真有這個軟體 你安裝之後 所有跟中國有關的手機裡面的APP 全部他自動幫你刪掉 那你要逼全世界人都這樣用嗎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據安全 因為現在中國 他只是放出這個消息 但是我覺得我們臺灣的政府 甚至跟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 政府我們都要密切注意 因為中國以前要竊取商業機密 要竊取國防機密 他還得派駭客去偷 他現在明著來 他現在不用直接跟你要就好了 我就開口跟你要嘛 對不對 搞不好臺灣台積電有賣給F 有賣的某一個部分 零件是做美軍F-35戰鬥機的 他就跟你講說你賣的哪些 你告訴我 而且我覺得明年真的有可能會過意 習近平這種瘋子的行為 因為習近平 他現在哪管你那麼多啊 習近平最近瘋狂到什麼程度 瘋狂到對自己沒有安全感 因為最近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習近平旁邊有很多短頭髮保鏢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一般俗稱的 所謂的中南海保鏢 那他正式的名稱是 中國的中央警衛隊 他是負責國家重要人物的元首保安 可是最近他又成立了一個新的單位 叫做政治安全組 已經有了幹嘛還要成立一個 政治安全組就很有意思了 政治安全組能文能武 武的當然就是貼身保衛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重要人士 那為什麼 你尤其你問得很好 已經有中央警衛隊了 為什麼還要政治安全組 對啊 那是不是代表習近平不相信 他的中央警衛隊 別忘了 已經已經神醫鬼到這個程度了 習近平在接班之前 是有傳出他被暗殺哦 雖然這個消息一直沒有得到證實 但是他很神秘的失蹤了很長一段時間嘛 後來好不容易接班了 然後第一個動作就是把薄熙來幹掉嘛 所以他是不是不信任他的中央警衛隊 第二個 這是五的部分 文的部分是什麼 這個所謂的政治安全組 他除了負責保護習近平人身安全之外 他另外一個工作 他要做政治增防的工作 那很多觀眾朋友想 啊中國這個國家政治增防的工作 負責的人還不夠多嗎 沒有沒有5萬人也有3萬人吧 但是呢 有哪一個是習近平信得過 可以百分之百指揮的 剛剛講到周永康 習近平一開始是非常信任周永康的 結果後來周永康下臺的時候 中國媒體給他一個什麼外號 叫做百姬王啊 為什麼叫百姬王 因為他嫖妓無數啊 所以你就知道嘛 連周永康這個政法委 掌握全國的警察權 跟武警調動權的人 最後都被習近平鬥垮 你覺得習近平會相信誰 所以他當然要訓練一批 這有點像是明朝的錦衣衛 就是他完全是我只聽習近平的 其他人別想染指我這些人 那你從這點看出來 習近平難道在中國內部沒有敵人嗎 其實他是有的 他都接著 谢谢大家